天下综合谈 得到奖项了 什么样的一个奖项啊 那其实这个奖项呢 真的对于我们来说很重要 因为是对我们整个团队 包括我们的教师的一个非常大的认可 那我们这个奖项呢 其实是来自于加州首府 Sacramento的加州参议员张玲玲 预员颁发给我们的 因为张玲玲玲本身呢 就是在教育方面的委员 所以呢 她真的是对于教育呢 非常的了解 同时呢 从她的手中接下这份奖 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份 沉甸甸的责任 真的是这样子 我觉得应该算是一个莫大的鼓励吧 因为说实话哦 教育学生啊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责任 可是有多少人真的会 recognize 或者是真的是 appreciate这些老师身上的重担 有了这样的一个奖项 不但是对考拉之道的认可 也是告诉了所有老师们 其实教育是值得的 没错 真的是这样子 可是教育真的很辛苦啊 我觉得对于我们来说 对于考拉之道的老师来说 更辛苦 为什么 因为我们的老师都是在中国 因为我们的老师是全职的 而是在线的这种教育的 唯一一个拥有全职教师团队的 在线教育机构 所以说呢 我们的老师呢 他因为在中国 而教的是海外的学生 当然不只是美国 还有欧洲的 那所以呢 上课的时间 需要老师熬夜 很多老师都是凌晨三四点 还是神采奕奕地对着镜头 跟孩子这样的传授中文知识 所以我们的老师真的很辛苦 那当张玲玲议员 把这一份奖项交给我们的时候呢 他还特别地对我们的老师 说了很多的鼓励的话 然后当我们把这一份鼓励的话 这样的一个一段视频 给我们的国内的老师看的时候 他们真的是每个人都感动得热泪盈眶 应该是吧 因为多少人知道 他们真的是很辛苦的在教学 对不对 可是人在镜头前 学生在海外 虽然只是隔着一个镜头 可是岂是十万八千里之遥啊 学习中文又不是我的母语 又要提升兴趣 真的 何其难啊 菲菲老师 从一个当老师的立场来看 对你要身材意义这是最基本的功力 可是你还是要传道解惑 你要把该教的中文都教到海外的学生身上 没错没错 怎么教 其实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 也是我们这个考拉之道的教学团队 在开发至今 我们一直在绞尽脑汁的去 换着花招的去想的一件事情 就是说怎么样点燃海外华裔孩子的这种 学习中文的兴趣 那因为中文真的是很难 相对于这种拼音文字的西方的这个语言来说 他对于孩子来说 他真的是很难 你在说什么 对 然后他对这个语法也不了解 他觉得写字像画画一样 哇怎么样去调动他们 这是我们一直很苦恼的事情 对 然后呢我们的教学团队呢 也是针对于海外四到十一岁的这个华裔的孩子呢 特别开发了考拉之道的课程 那就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让汉字动了起来 通过这样的一种现代的技术 然后呢把汉字呢 从他的这个圆形事物慢慢地展现到现代的汉字 这样子的话孩子就知道 哦这个字是这样来的 原来这个月亮的月 它是跟古代的月牙是一样子的 然后呢最后它变成了一个汉字 然后太阳的这个日 然后它原来是一个圆形的中间一个点 然后最后演变成了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日字 所以说当孩子知道了他的来源以后呢 对于他的兴趣就会逐渐地加深 对 然后这样子的话就慢慢调动起孩子学习的兴趣了 OK 我觉得你要从小地方做起 对不对 Devils is in the details 你如果没有从小地方小处着手的话 这个孩子一定没有办法想要学中文 没错 你必须点燃他的兴趣 让他知道其实文字是怎么来的 有了兴趣才会想要学习 对 四到十一岁做得住吗 其实 对 四到十一岁很难做得住吧 对 这个也是一开始很多家长知道考拉知道的 第一个反应就是 怎么可能 二十五分钟半个小时 他做得住吗 对 尤其是四岁的孩子 而且还是在电脑荧幕前 你说跟着老师 也许老师在前面 海草啊 海草 对不对 动一下也许还行 你在二十五分钟都要坐在电脑荧幕前面 对 这个其实完全不需要去考虑的问题 因为孩子沉迷在考拉知道的课堂中 这种沉迷学习无法自拔的状态 还有是家长们始料未及的 他没有想到自己孩子这么会喜欢中文 真的是这样子 怎么说呢 因为您教学应该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真的每一个小朋友都可以沉浸在学习中文里面吗 隔着电脑荧幕哦 真的一点都不难 对于我们来说 这个其实真的不是问题 因为孩子们真的很喜欢 我们的老师也都是经过专业的培训 同时我们都是有这个中文教学资格上岗证的 所以我们的老师呢他们对于孩子 对了还要提一下 就是我们的中国团队的老师呢 会定期的去像外国语学院啊 北京大学啊 然后还有什么清华大学 这样子的这些专业 sorry 我要看一下这个 都有几个大学 这个是一定要说的 因为这个是我们 真的是有好几个好几所学校 没关系慢慢来 sorry 哦对 最主要的是北京师范大学 好我们再一次 嗯 好从这边开始 老师 因为我们的老师呢 都是经过专业的培训 所有的老师呢 都是有教师资格上岗证的 同时呢 我们的老师呢 还定期的到北京大学啊 北京师范大学 还有心理研究所 去进行这样的培训 那通过这样的培训呢 老师对孩子的这个心理 也更得了解 然后呢 也更懂得如何去把这个自己拥有的知识 呃 变得轻松 呃 欢快的这种方式来传递给孩子 老师的经验很重要 就是起义 他的教学经验是日积月累的 除此之外 老师的进修也很重要 对 好2点 您都做到了 4到11次的小朋友 站在电脑荧幕面前 是可以做到25分钟的 是的 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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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学习也有程度 就跟英文学习一样 对不对 我们刚开始会有基本的ABC开始学 然后你可能要学学写字 要学拼音 然后要学句法语法 嗯 中文也有吧 中文 其实我们呢 是把这种传统的 因为 呃 像语言这种东西呢 它的这种传递 其实是 更好的是运用 教孩子如何运用 去表达 当当你这个语言用起来的时候呢 它慢慢的就会越来越熟练 那如果语言不用的话呢 它只是学 它只是学拼音 只是学写字 它就会变得很枯燥 可能孩子都会写 或者是认识 但是他说不出来 也也无法去理解 这个字都有什么意思 所以呢 我们的课程呢 也是独创的这个汉字数 阶梯十字的这样的一个教学体系 就是让孩子呢 从最基础的一个字根开始 那这个字根怎么理解呢 就像我们说这个手字 对呀 那手字呢 它会当到它一个汉字的组合当中 它就会变成一个部首 这样的偏旁部首 其实就是我们所说的字根 当我们一节课 教了这个手字的字根之后呢 孩子们会通过这一节课 了解到跟手字有关的一个汉字族群 哇 我突然一堂课就会学十个字耶 对啊 我有一个字根嘛 对 是不是 对是这样子的 然后呢通过这个字根 孩子即便不认识这个字 他也知道这个字根 它与什么样的内容有关系 它是代表什么样的意思 他可以通过它的形 来推断它的意 就是游行推意 也是我们的这个课程的一个大亮点 就是让孩子能够在这样的一个 孩子 对 这个过程中 自然而然的就吸收到了这样的知识 你知道吗 菲菲老师 我觉得如果今天我是你的学生啊 我会非常有成就感 因为你看25分钟 在25分钟康开始的时候 你先介绍我一个所谓的字根 就是我们中国国字的部首 对 课程结束之后 我可以认识所有跟这个字有关系的 不管是字 或是意思 甚至是我可以把它放在句子里面来做使用 对 25分钟 对25分钟 就已经可以学到这么多了 没错 可是语言就像您讲的 我必须要常常去使用它 我才可以真的运用到它 没错没错 我到底要花多少时间 我一个礼拜要准备多少个25分钟 才可以像我们这样子做交流 因为这样子的交流 其实我自己认为啦 是真的要是母语 才可以办法 有办法讲到我们这么快 对 这么流利 这么有办法听得懂 对 您觉得一个礼拜要多少个25分钟 对 怎么样循序渐进 其实你刚刚提到了一个很关键的词 叫母语 我们就是希望呢 把这个中文 让孩子呢 就是自然习得 而不是让他们觉得 这是我母语之外的一个语言 我们希望呢 是把它变成 它的第二 应该说第一语言 因为孩子出生的时候 爸爸妈妈肯定会跟他讲中文 可是呢 他上了学以后 他每天的一个大量的这个强化的时间 都是在学校度过的 所以呢 英文慢慢在他的生活中 变成了一个强势的语言 那么我们希望呢 就是呢 让孩子不要把英文 变成强势语言 而是中文英文 同样是他大脑中的强势语言 开启他的这种双语思维 当然开启双语思维 对于孩子来说 未来是非常有注意的 那一个人呢 可以用两种语言的这种逻辑方式 去理解事物 你想他是有多强大 他的自控力也会变得很强 所以这是我们希望孩子 能够在我们考察之道得到的 那一个礼拜 到底需要几个25分钟 其实呢 是我们固定的时间上课 那一个礼拜是三堂课 那每周三堂课的时间呢 我们希望的是 在一年之内 可以让孩子达到 90%的常用汉字 全部被他们记在脑海里和心里 那同时呢 还要能够全面地解决 孩子中文的听说读写 这样真的很厉害耶 我觉得啊 上考啦知道 比我弹琴还要容易 因为你是很自然而然地学习 第一个我是没有压力的 对不对 第二个我不需要很枯燥地坐在我的钢琴前面 就一直对着五线谱 然后一直叮叮咚咚 叮叮咚咚咚 我还可以跟着我的老师 开心 学习 成长 对 最重要的是你看 五线谱 你弹一首曲子 你就是一首曲子 无数遍地去弹 去练习 但是呢 语言这个东西呢 我们可以换着方法地去练 同样一个 因为汉语真的是博大精深 而且它有很多的变化 还有多音字啊 然后呢 一个字有多个含义啊 它可以用在不同的地方 那所以呢 我们的孩子呢 在学习考啦知道的时候呢 他们其实也是充满了好奇心 因为好奇心是一切学习的原动力嘛 那当然孩子呢 在他的好奇心 被我们的课程调动起来以后呢 他就会觉得 这个东西很好玩 我很喜欢 而且我们把这个课程设计的 就像游戏升级打怪一样 因为每一个部分 当然不是真的游戏啊 当然当然 就是过关斩战 对 小朋友的成就感 就会更上一层楼 你每一次上课 都有过关斩战的感觉 成就感越来越大 自信心越来越高 想要学习的能力 也就越来越多了 今天非常谢谢菲菲老师 来到天下纵横台 想要学习中文吗 知道如何学习中文吗 想要知道怎么样 可以让你的中文变好吗 卡拉之道的网站上 等你去参观 来 看我了 好 所以菲菲老师 其实获奖啊 有很多原因 那能够获得这个奖项 当然是殊荣之外 什么是最大的获奖原因呢 最大的获奖原因 也可能是我们 一直在推广中文的 这样的一个第二语言 对于美国的小学来说吧 对于美国的教育来说 我们一直是在推广的第二语言嘛 那因为呢 美国的这个加州教育部呢 也是有一个规定 是要在2050年之前 要全面推行第二语言 所有的小学生 都要掌握第二语言这样子 所以呢 我们也是尽我们自己的力量 为加州教育尽一份心力 那么在加州小学呢 我们也是有很多的小学 将我们邀请到这个卡拉之道 sorry sorry 没关系啊 很多小学有机考来知道 对 那因为呢 现在也是全球的一个汉语热嘛 很多海外的国家 都可以看得到 他们会有一些关于 学中文的一些新闻 什么 沙特呀 将那个中文纳入 全部的教学体系呀 还有俄罗斯啊 奥尔兰啊 都会把中文加入到一个学校 整个国民的一个考试当中 所以呢 我觉得在美国的小学 它很多这个小学的校长呢 也是希望自己的学生能够与国际接轨 也纷纷要跟我们来接触 想要把考拉之道纳入他们的教学体系 那目前呢 我们已经在很多的小学开展了这样的一个合作 那我们也有这个 英文很好的老师 可以来教孩子们中文 这样子教美国的小学生中文 所以说 我觉得这可能也是我们获奖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之一 所以除了所有的老师们非常努力的钻研 怎么样让小朋友喜欢学习中文之外 你还有双语的老师 对对对对 会讲中文 也会讲英文的老师 英文也是非常流利的这种老师 这样的老师 对 一起到我们所谓的普通的这些小学 大量英文教学的小学里面去教中文 对对对 因为这些孩子呢 他们也是对于中文很好奇 也对于这个中国这样的一个古老的国家呢 也有很多的憧憬 他不知道这个国家到底是什么样子 因为很多美国的孩子可能没有去过中国嘛 所以呢 他们通过我们的课程呢 不仅仅是学会了中文 更重要的是他了解了一些关于中国的文化 比方说我们的老师会在课上呢 说一些长城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到底有多长 然后熊猫是来自于中国的 我们在那个圣地亚哥看到的 这个很可爱的大熊猫 他们其实是来自于中国的 还有呢就是中国是这个世界上 不是中国啊 是中文 是这个世界上使用人数最多的语言 所以呢孩子们会觉得 哇好酷哦 然后同时呢当孩子们知道 就是他们上课的时间呢 是我们国内老师凌晨两点的时候 他们首先他们很激动 对然后呢他们也会觉得 哦老师好辛苦 这个时间还跟我们上课 想到自己凌晨两点的时候 可能已经开始做梦了 对所以呢他们会在课堂上 更加的认真 投入更多的热忱在这个中文学习上面 所以菲菲老师你刚刚提到 所有考拉之道的中文教学 都是在线上对不对 对没错 可是线上啊 每次如果我跟我妈妈讲话 视讯的时候会卡啊 或是不稳啊 像上课时候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吗 其实呢我们考拉之道呢 为了解决这样的问题呢 是投入了大量的精力 还有财力以及物力人力 在维护这样的一个 非常稳定的网络平台 那因为呢我们考拉之道呢 是用H5的这种互动课件 然后加上呢我们在国内的老师一端 还有这边的学生一端 那他们三方呢要继续在一个网络平台 所以这种音视频交互平台的稳定 是非常重要的 为了让学生有更好的这种学习体验 零延迟 实时地与老师能够互动沟通 我们在全球都有专属的这种基站和布点 然后呢来让这个网络变得更稳定 零时差吗 就是完全不会lag 那很厉害 因为你刚刚有提到说 老师真的是在中国嘛 没错没错 你有提到学生其实是在欧洲啊 欧洲对 欧洲应该是 加拿大 红头发蓝眼睛吧 对 所以这样子是沟通也不会有问题的 不会有问题的 所以网络也不会有问题 通常我们小朋友啊 上课的时候都会起立立正正好 说老师好这样对不对 那如果在网络这边 是老师跟学生 学生也要第一句上课就是 其实呢我们在教国外的小朋友的时候 包括这个进入到加州的一些小学的时候呢 我们第一堂课呢都是要教你好 然后呢还是通过这个你好 来打破我们老师和学生之间的这种距离感 大家彼此问候 然后呢介绍自己 你好我是来自哪哪哪的 我是谁谁谁 我叫什么名字 我喜欢什么 那通过这样的一个第一节课 然后将老师和学生的这个距离直接就拉近了 然后呢大家彼此了解之后建立了一个很好的沟通的这样的一种纽带 然后呢孩子们会更愿意和我们的老师交流 所以呢我们在每一次到一个学校的时候我们会有这个考拉之道的探秘小组会尾随我们的这个小朋友们啊看他们在这个中文的线上课堂里边表现的怎么样 那我们会经常看到孩子们在每一堂课开始的时候都会非常热情的对着镜头跟老师说你好 或者是他们有的孩子们真的是语言能力天赋很好都没有那种外国人口音 不是你好而是你好 我刚刚就想要问你这个问题因为其实你好对我们来说很简单因为我们非常习惯这个音你好这个三声 可是对外国小朋友来说他只知道how h-o-w那个how 所以他讲出来是你好不是你好对呀这个问题就是要慢慢克服的对但是呢这个也是很重要的因为美国有一位语言学家呢他曾经做过一个研究呢就是4到11岁呢其实是孩子去员学习的一个敏感期 那在这个时间呢他学习第二语言的时候呢他其实是自然习得的一个过程而不是努力学习的过程所以就看起来习得和学习呢是两种概念嘛习得就很轻松我就直接就得到了一样东西 他不会去努力的去付出然后背呀然后才能学习 对然后当孩子们在这个年龄段去接触第二语言的时候呢他的这种口音的影响是最小的 对所以我们把这个4到11岁这个年龄范围作为我们的这个主要的人群 Target audience 好谢谢 谢谢 好谢谢